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加拿大学生助学金上涨 税务局宣布将试点新系统 联邦政府将优化机场安全系统 魁省发生暴力袭警事件 自由党议员Mizzi Hunter宣布竞选市长 渥太华批准Rogers收购社 欢迎来到学院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3月31日星期五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关注学院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即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加拿大学生助学金上涨 政府在近日公布的2023年联邦预算中表示 较高的生活成本仍意味着 学生需要更多支出以获得教育 因此联邦政府在预算中提出将增加学生的经济援助 以使从2023年8月1日开始的学年的生活更容易负担 如果这一增长被批准 全日制学生一学年最多可获得4200加元 来帮助支付他们的学费以及生活费 而无需归还政府 联邦政府还公布了计划将加拿大学生贷款的无息限额 从每周210加元提高到300加元 并首次免除22岁及以上学生 接受信用审查才有资格申请联邦学生助学金的要求 在学生助学金恢复正常后 联邦政府希望将学生收到的常规补助金增加40% 税务局宣布将试点新系统 根据报道 加拿大税务局将在明年试点新的自动报税系统 以帮助不便申报税务的加拿大弱势群体 获得他们的福利 本周发布的联邦预算提及 加拿大税务局将在2024年提出计划后 将与利益相关者和社区组织进行挫商后扩大服务 自由党政府表示 自动报税的设想最初是在2020年提出的 这将成为帮助加拿大人负担生活成本的几项预算措施之一 联邦预算还表示 加拿大事务局将扩大2018年设立的服务的使用范围 使一些低收入或固定收入的加拿大人 可以通过电话自动申报简单的纳税申报 预算说到2025年将有200万加拿大人 有资格使用这项名为FileMyReturn的服务 这是现在可以使用该服务人数的近三倍 联邦政府将优化机场安全系统 联邦政府最新一份预算案中表示 将会优化加拿大机场的安全设备 并减少航班延误 联邦政府称将会投入18亿元来提高机场的效率 但同时旅客支付的安全费用上涨33% 以帮助支付该笔费用 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共事务部副总裁杰克认为 机场问题应该是联邦政府责任 而非旅客承担费用 他说道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联邦现在想通过从旅客拿走更多钱 来去奖励自己提高机票价格 除了担心费用会转嫁给乘客外 捷克还担心航空业会正处于恢复时期 加价会阻碍旅客出游 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也对此联邦该政策表示失望 委员会执行官莫尔臣表示 联邦政府正在寻找提升旅客旅行体验的方法之际 却没有任何改善旅行的重大措施 奎省发生暴力袭警事件 据CBC News报道 昨晚8点30分左右 奎北克省警察局派遣队员前往路易斯威尔市三河城的一栋民宅通缉一名恶徒 消息称 嫌疑人叫Lessert 从简历上看 此人是一名Tim Hortons的前员工 之后又在当地一家旅行社做亲杂工 奎北克省警方称 此人曾和执法部门发生过冲突 但并没有认定负有刑事责任 去年他被有条件释放获释 但又因为殴打罪再次被判以两年的社区服务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没有答案在身的嫌疑人竟然袭警杀人 自由党议员Mizzi Hunter宣布竞选市长 加拿大释迦堡自由党省议员Mizzi Hunter宣布将竞选多伦多市长 他是最新一位公开宣布角逐下一任多伦多市长的知名候选人之一 他承诺将与市议员协商合作 而非利用强大的市长权力完成工作 Hunter曾连任四届哥伍德选区的议员 曾担任多伦多社区住房公司首席行政官和Civic Action组织领导人 他在韦恩省政府中曾担任教育厅长 高等教育与技能发展厅长以及财政厅副厅长 Hunter计划于4月3日正式登记成为多伦多市长候选人 但根据市政选举规则 他必须在5月12日提名截止日前辞去省议员职务 莫泰华批准Rogers收购Shaw 据报道 加拿大工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在周五宣布 已经批准了Rogers通讯公司收购Shaw通讯公司的提议 根据最终的合并计划 Shaw通讯公司将出售其旗下的Freedom Mobile业务 并将无线频谱转让给魁北克电讯旗下的Videotron 以帮助后者扩展业务至魁北克以外的其他地区 Shaw通讯公司和环球新闻的母公司康鹏传媒 均由总部位于凯尔加里的肖恩家族所有 这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已经批准了Rogers通讯公司 对Shaw通讯公司的收购计划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